陈晓出生于工人家庭 2006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一所知名大学 并读到了博士 由于脸部有很多的雀斑 长相丑陋的陈晓一直没有男孩追求 2012年 他被一家外贸公司聘请为营销顾问 工作后的陈晓 感情争和以前一样 在父母的催吐之下 他开始为自己的婚姻大事担忧起来 2016年年底 一场交易会上 他认识了外贸老板吴建国 32岁的吴建国拥有着自己一家服装公司 陈晓懂英语 经常帮他介绍一些海外的订单 在他的帮助之下 吴建国当年的服装厂生意火爆 两人也正式开启了恋爱 然而外贸原因 吴建国每次与朋友聚会 都很少带着陈晓同行 一次 吴建国带公司的女秘书去陪客户吃饭 当晚未归 第二天 面对陈晓气氛的质问 吴建国竟然说 漂亮女秘书外出谈生意 大家看了都养眼 可你一脸雀斑 带出去下客户吗 男友的话 让陈晓十分的寒心 更愤怒的是 不久 他发现吴建国和女秘书住在一起了 原来吴建国最初与陈晓相好 只是因为他是博士 说出去用念子 还能在外贸生意上帮助自己谈判 2018年6月 两人分手了 悲愤之下 陈晓发誓 一定要找一个比吴建国更加优秀的男人 为此他主动在各个婚恋网站上征婚 尽管学历高 但由于长相问题 极少有人主动与他联系 红娘提醒陈晓说 我建议你去做个整容 如果怕疼 那最起码征婚的照片要美化一下 才能够吸引更多的男士 一句话 点醒梦中人 陈晓询问了几家整形医院 想要整成美女 前后需要经过三四次的大手术 费用在几百万人左右 如此高昂的费用 他根本就负担不起 失望之余 陈晓不经幻想 如果自己会议容数 那就好了 凭一张人体面具 就可以变成美女 不久后 陈晓得知 某宝商城上 有大量的人体面具销售 这些面具多达上千的品牌 价格从八百块到十几万不等 面具由硅胶材质制成 有真人的皮肤纹理和肤色 还可以随意地化妆 如果多加一百块钱 还可以为面具 植入眉毛跟胡子的效果 会更加的逼真 更加令陈晓兴奋的是 网上还有所谓的人体面具 专业定制 他根据网上找到的电话 找到了深圳一家 人品面具制作公司 对方告诉他 定制人品面具 需要提供一张正面罩 两张脸部的侧面罩 公司将会根据真人 出具面具模板 客户对制作的模板 满意之后下单制作 当然 如果当事人要求达到最佳的效果 由本人到公司直接做模板 这类面具呢 会更加地贴合皮肤 与本人的逼真度会更加地高 工作人员表示 这些面具 由超薄的医用硅胶制作 贴在面部 看不出来也无副作用 有了这样的人品面具 自己不就可以变成美女了 陈晓兴奋极了 经过多方比较 他选择了一家 他自认为最为专业的人品面具公司 从网上给对方传去了三张侧面高清照片 第二天 厂方就通过邮箱 传来了面部模板的效果图 经过多次的修改后 他终于对这个面具满意了 飞机用银行卡 给对方转账了一万两千元 由于前一段恋爱的耻辱 此时的陈晓已经持续工作 他希望新的自己能迎来幸福的婚姻 同时事业也有新的起色 一周之后 陈晓收到了厂家寄来的快递 拿着人品面具 他十分的激动 根据说明 经自己的面部洗了两遍 然后涂上硅胶水 再小心翼翼地 将面具铺上后压平时 陈晓满意地笑了 他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 用手机换着各种姿势自拍 接着又把征婚网站上的照片 全部换成了新的自拍照 第二天中午 陈晓醒来之后 发现邮箱有多条留言 挑选了一个名叫何志康的32岁男人 就互相加了联系方式 提供的资料显示 何志康毕业于湖南大学 有一家广告公司 资产上千万元 照片上的他十分地帅气 令陈晓碰然心动 一番交流后 两人竟觉得很投缘 何志康要求视频聊天 陈晓见视频中的他 比照片里更加地英俊儒雅 而何志康看到皮肤白皙 五官秀美的陈晓 也表示像你这样高学历的美女 太难得了 这是陈晓第一次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相貌 他惊喜万分 为了不被熟人揭穿 他思前想后 对何志康说 我现在辞职了 除了外表和学历 我是一无所有 我一直向往南方 想到那里重新开创事业和新生活 何志康很快打讽 你给我一周的时间 我把湖南的广告公司盘出去 然后和你一起去南方 何志康的爽快 令陈晓难以置信 谁知道玉州之后 何志康竟真的在视频里对陈晓说 他把广告公司总给同学了 明天我们就去南方看海吧 你把身份证号发给我 我马上给你订机票 面对何志康的狂热追求 陈晓不知所措 他考虑再三 对何志康说 如果你真的有诚意 你就先去打前站 等你做好房子我就过来 我们一样可以在南方 开一家广告公司 第二天晚上 陈晓接到何志康 从南方某事打来的电话 我已经到了 我在海边等你 这梦幻般的爱情 虽然远在天边 但也近在眼前 2018年9月3日 陈晓给家人打了一个电话之后 就收拾行李 前往南方 飞机到达时 已经是晚上7点了 何志康在机场等候 直接接他到了租下的房子里 一进去 何志康就给了陈晓一个深情的拥抱 面对深情狂态的何志康 陈晓的少女情怀早就已经萌动 但他知道戴着人皮面具 面部表情不能过于的激动 脸部不能碰到硬物 或者是异性猛烈的接吻 而这些对于相处一室的两人来说 被如何避免的 陈晓趁何志康的手 呕在自己的腰间时 说出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晚上睡觉一定要关灯 皮肤过敏且有洁癖 他习惯一个人睡 不能强行地和他睡一张床 除非他答应 这些要求虽然有些强人所难 却让何志康觉得陈晓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 因此他都一一应想 当天晚上 陈晓在另外一间卧室睡下 其实陈晓有自己的难养苦衷 厂家技术人员曾经在电话中告诉他 面具毕竟没有真体肤的透气性 为健康起见 晚上睡觉时 最好是取下面具 另外 如果戴着面具 在床上翻身滚动 也容易使面具变形 陈晓生怕出窗 怕自己的真面目吓到何志康 第二天一大早 就起来梳妆打扮 还买好了早点 让何志康倍感幸福 当天 他们来到海边游玩 在西远的沙滩上 何志康脱带了皮鞋细水 并让陈晓跟着他一起下水 陈晓想到有俯视相 害怕沾到脸上毁容 谎称自己是过敏体质 怕海水造成皮肤过敏 说你玩吧 我帮你拍照 经过一天的感情交融 当晚陈晓并没有再拒绝 同房的要求 只是整个过程当中 他有意识地抓住何志康的手 不让他在亲热激动的时候 碰到自己的脸 但陈晓还是十分地担心 因为两人睡一张床上 即使是深夜 他也不敢轻易地取下面具 每天早上 他都会很早地起床 来到洗手间 粉锁上门 对着镜子取下面具 用钥匙清洁之后再戴上 之前两人约定 在此创业开广告公司 可如今何志康 却好像完全忘了这件事 整天除了吃就是玩 这让陈晓内心不踏实 觉得两人这样做吃商工不是办法 在他的一再催促之下 何志康表示 自己先找一家广告公司打工 等了解了这边的市场以后 并建立了一定的人脉 再投资开自己的公司 几天之后 何志康在市内一家广告公司 找到了一份广告策划的工作 与此同时 陈晓渐渐地发现 何志康除了对广告策划 具有一般的业务能力之外 似乎并无所长 他不禁对他曾经的 广告公司老板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为了试探他 陈晓故意对他说 我们买套房子结婚吧 何志康却说 创业需要不少的钱 等我们的广告公司运营 赚到钱之后 再做买房的打算吧 陈晓无奈地只得作罢 一个周末 两人逛商场时 陈晓挑了一条 标价为5600元的裙子 表示自己很中意 执意要买 何志康无赖拿出了储蓄卡 塔里的钱 竟然不到5600元 陈晓撒娇地说 你身上没有带信用卡吗 何志康贪手说 我身上带的两张信用卡 已经透支了 现节流借了朋友 在运作生意 陈晓文言 更加怀疑男友 并没有做过什么老板了 晚上 他趁何志康洗澡的时候 偷偷看了他的笔记本电头 发现有磕磕头像的闪动 点开对话框 见对方说 你走后 广告业务这块没人挑大梁 我最近又招了一个 陈晓冒充何志康 与对方聊了几句 终于确定 何志康根本不是什么 广告公司的老板 只是一个普通的广告策划人员 他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可想到自己 同样在用面具欺骗何志康 他只得把这口气得一按了下去 更令陈晓心烦的是 由于人体面具长时间未取 导致其面部的皮肤红肿发痒 有一次 他趁何志康上班时 独自到一家皮肤妆科医院检查 医生严肃地告诉他 这人体面具 虽然是医学硅胶制成的 但没有人体皮肤的呼吸功能 皮肤长时间的呼吸不畅 再加上贴面具时 涂的硅胶液 堵塞了毛孔 已经有了明显的中毒溃烂症状 不能再戴这种人体面具了 陈晓很是不安 医生说自己不能再戴面具 可自己如何以真面目示人呢 何志康看到自己 红肿丑陋的脸 会有什么反应呢 陈晓决定再戴一段时间 给自己一个先礼过渡期 再慢慢地找机会告诉何志康 2018年9月中雄开始 陈晓的面部是越来越痒 他不得不每周与男友分床两三天 每次单独睡觉的时候 也总是会把房门反锁 这让何志康十分地不解 可陈晓的皮肤状态越来越差 隔着面具也能看出明显的红肿了 何志康担心地说 你是不是内分泌出问题了 我陪你到医院看看吧 陈晓试探着问 如果我毁容了 你还爱我吗 哎呀 又没有人像你破硫酸 怎么会毁容呢 在他的甜言利语之下 两人又睡在了一起 等陈晓熟睡之后 放心不下的何志康 打开了床头灯 细细地查看起他的皮肤状态来 灯光下 他惊讶地发现 女友耳根下面有起痘了皮肤 用手一撕 竟发现起皮面积不断地增大 他试着将提揭开 竟有浓液流出来 何志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不是人皮面具吗 惊恐的他颤抖地揭开了 女友的面具 看到的是一张红皱 并布满了雀斑的脸 更加可怕的是 浓液混合着灰胶液 让人感觉像看到了 恐怖片中的木乃伊一样 何志康吓得尖叫一声 从床上就跳了起来 陈晓看着惊恐的男友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当摸到满手的浓液时 脱骨子脸大哭起来 两人一夜未眠 第二天天亮之后 何志康痛心地对他说 如果当时你真面膜对我 也许我也能接受 可你这案欺骗我 我怎么可能暗影呢 在他的劝说之下 陈晓和他一起来到了医院 医生看后摇头说 由于面部毛孔长时间的堵塞 溃烂已经伤及到面部神经了 以后很有可能会留有永久的伤疤 现在要让面部恢复正常的皮肤呼吸功能 这至少需要经过半年的治疗 何志康再也没有和陈晓同房 两人还商定 国庆节期间各自回老家 10月1日 陈晓让何志康帮忙订火车票 可是黄金周的火车票是很紧张的 他没有买到票 陈晓抱怨说 要不是你疯狂地追求我 我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连一张火车票都买不到 何志康反传相机 要不是你拿假面具骗我 我现在还在经营公司呢 陈晓再也忍不住了 谁不知道你在老家做什么 一个普通的广告策划员 还冒充公司老总 得知自己的谎言被识破 何志康倒休成目 打了陈晓一拳 陈晓愤然还击 何志康抓住陈晓的一只手 另一只手按住他的脖子 把他摔倒在地 并抓住头往地板上砸了十几下 随后又跑到厨房 拿一把菜刀 往陈晓的面部颈部一阵断砍 边砍边说 叫你用假面具骗人 陈晓鲜血直流 很快便断了气 何志康这才慌了 赶紧将陈晓的尸体拖到卫生间 并清洗作案现场 2018年10月2日上午 为防止罪行败露 何志康购买了钢具 黑色塑料袋 折叠式的铁锹等工具 在住处将陈晓的尸体肢解 当晚 何志康将尸块 装进了一个行李大 随后做摩的 到市图书馆后 将尸块埋在了河边的树林里 之后返回出租屋 继续清理现场 跑起作案工具后潜逃 陈晓的家人 因为长时间的联系不上 自己的女儿 做报了警 10月8日 何志康在家中被抓获 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次日 根据何志康指认的抛尸现场 警方提取到了尸块 事后 何志康因犯有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二个案件 有的时候 在案发现场 嫌疑人如果没有留下痕迹 会让警方非常的头疼 但有的时候 痕迹太多 也有可能会带来 意想不到的麻烦 2011年的冬天 在江西干州 一个服装店的女老板 被人杀害 在现场留下了很多 让警方感到困惑的线索 受害人躺在冰冷的地上 衣服外露 裤子被扒下来 一看就是遭到性侵了 死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仰躺在一家服装店 二楼的门口 看上去还不到30岁 进步有明显的掐痕 刑警推断 死者可能是被嫌疑人恶禁 造成了机械性窒息死亡的 在死者的躯干和右手之间 有一双崭新的毛线拖鞋 这双拖鞋 经事后了解 是死者自己的 这双拖鞋很新 而且摆放得很整齐 警方推断 可能是凶手故意摆在这里 来迷惑警方的 尸体检里之外 有一个纸箱子 里面放着死者的手提包和钱包 钱包里有几百元的现金 所以警方推断 嫌疑人作案的过程中 对现场的翻弄不是特别的大 死者名叫江云露 年仅27岁 是出世哲家服装店的老板娘 尸体所处的二楼 是死者平时居住的地方 卫生间和卧室都在这一层 卧室里面十分的凌乱 在卧室的门后面 基础人员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里面是面额不等的现金 经过清点 大约有八千多元 在双人床的旁边 摆着一张木桌 桌子上面堆满了衣服化妆帖 这时 桌子上摆着的两盒安全套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很快警方就在卫生间的顿便器里 发现了一个用过的安全套的外包装 经过比对 与卧室桌子上面的安全套 属于同一个品牌 警方分析 这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留下来的 尸检结果出来了 死者的死亡原因是无嘴恶劲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 死亡时间 大约在饭后两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案发那晚 八点到十点之间 此外 尸检结果还显示 死者在死后遭到了侮辱 但是死者的体内 并没有发现精液 据这的检验结果 再加上在卫生间 发现的安全套外包装 警方推断 嫌疑人在侮辱尸体的时候 一定是使用了安全套 经过家属检查 死者的一部手机 和一串金项链不见了 很可能是被嫌疑人带走了 死者的服装店 位于江西省干州市 一条商业街上 是一座两层小楼 一楼卖服装 二楼住人 在一楼的楼梯口 技术人员发现了一双拖鞋 和死者旁边的拖鞋 样式是一样的 应该就是死者 平时穿的拖鞋 其中的一只拖鞋底朝天 警方推断 可能是在这里发生过搏斗 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 还发现了拖拽尸体的痕迹 以及一枚清晰的皮鞋印 再加上死者的袜子很脏 警方推断 死者很可能是在一楼被人掐死的 推测嫌疑人只有一人 半人认识死者 江运路的丈夫 他说当天一大早 他联系不上妻子了 便匆匆忙忙地跑到了店里 结果发现出事了 经过走访 警方了解到 江运路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一般是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 可是在案发的那天晚上 不到八点半 他的店门就关上了 嫌疑人可能是在他关店门之前 进入店里的 由于周围的人 在案发的当天晚上 并没有听到呼救叫喊的声音 警方推断 嫌疑人在现场逗留的时间 是比较短的 可能一下子就把被海人地掐死了 死者的丈夫介绍 他们结婚五年了 有一个孩子 平时也没有和什么人结仇 经过对现场可疑皮屑硬的分析 技术人员对嫌疑人 做出了大概的刻画 男性 身高一你七左右 年龄二十到三十岁 体态天瘦 在死者的指甲缝中 和现场提取的烟头中 检测出了同一男性的生物剪裁 但是在死者的脖子上 却检测出了 另外一个男性的生物剪裁 警方推断 其中一个生物剪裁 肯定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在服装店的一楼 墙上挂满了衣服 中间堆满了鞋袜 空间虽然不大 但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现场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 警方推断 要么凶手与被害人认识 要么凶手趁被害人不畏下的手 警方还发现在一楼一进门处 一台电脑的主机电源线 被人给拔下来了 但是经过技术人员分析 电脑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些线 应该不是死者生前拔下来的 那么如果是凶手所为的话 为什么凶手放的大量的现金不要 需要搬一台不值钱的电脑呢 而且为什么到最后 电脑的主机他又没有搬走呢 凶手对现金不感兴趣 却拿走了死者的项链和手机 凶手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侮辱 还想拿走死者的电脑 究竟这个凶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江云路所居住的镇子 大约有五六万人 案发现场所在的商业间 是当地繁华地带 案发时 接上所有的监控探头 恰好都在维修 这就给警方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讨历到嫌疑人 想要搬走电脑这的举动 侦察员对死者的电脑进行了查看 警方发现 死者的异性网友多达七八十人 而且大多集中在干州市范围内 警方推断 死者很有可能 是因为跟异性的交往出了问题 在江云路几十的网友中 警方发现有一个网名叫七天大圣的网友 非常的可疑 这个人在与江云路聊天的过程中 曾经危险 叫他断绝其他人的情人关系 要不然就会对他不客气的 很快 警方就找到这名叫七天大圣的人 此人名叫王兴雨 是干州市一家单位的工作人员 身高体态和年龄 都比较吻合警方的话想 面对侦察员 王兴雨没有否认和江云路的暧昧关系 对于两个人后来产生的矛盾也都承认 甚至对自己曾经威胁过江云路也不避讳 但是他并不承认作案 说只是从语言上对江云路进行过威胁 吓唬吓唬他而已 然而当警方问起江云路 遇害那天晚上的行踪时 王兴雨却说想不起来了 更让警方感到可疑的是 王兴雨的脖子上有两道穴道子 很像是被人用指剑挠过的 而且是比较新鲜的 那死者指甲放里的生物剪裁 会不会是来自王兴雨的脖子呢 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让警方意外的是 王兴雨的DNA和死者身上的那两份生物剪裁 都没有被比重 淡州位于江西省的南部 是江西省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地级市 南康市赣州的一个区 这里最有名的物产是田佑和齐城 出事的服装店 就在南康区的一个小镇上 警方除了对死者网友进行调查之外 还对死者的通讯记录进行了调查 一个比较特别的电话号码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案发那一天 也就是11月16日晚上7点多 这个号码还和死者通话了几分钟 而死者跟这个号码之间的联系 十分的频繁 经查 这个号码的基主叫张元凯 27岁 男性 是南康区一家工厂的工人 身高一米七一 体态偏瘦 十分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 更为重要的是 警方在之前询问王兴雨的时候 王兴雨就提到过张元凯 王兴雨警告江云露不要再来往的人 正是这个叫张元凯的人 据王兴雨说 张元凯比较喜欢赌钱 经常会找江云露借钱 江云露几乎是有求必应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总共借给了张元凯上万元 那么张元凯 会不会因为还不上钱而产生杀击呢 面对侦察员 张元凯实践地坦然 他说出事的那天晚上 江云露确实给他打过电话 不过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催债电话 而他当时在单位的浴室洗澡 洗完澡就回宿舍休息了 这个情况得到了张元凯公友的证实 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 侦察员突然想起了死者的丈夫 因为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平静 根本不像刚死了妻子的样子 虽然在案发之初 警方就感觉江云露的丈夫不太对见 但是毕竟人家是刚刚出事的 没有证据 警方也不方便对他进行直接的调查 经过侧面了解 结婚之后 江云露和丈夫之间的感情一直不太好 直到案发的前一个月 夫妻之间的矛盾才缓和下来 而缓和的原因是江云露怀孕了 也就是说一案两命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 死者丈夫应该是非常悲伤的 但是死者丈夫很正常 就像是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一样 虽然现场发现的皮鞋印和死者丈夫并不一致 但针对死者丈夫的秘密调查 还是迅速展开了 但是很快 警方就从死者公婆那里得知 死者遇害那天晚上 死者的丈夫是在家里住的 貌似死者丈夫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这时有侦察员提出了疑问 死者公婆只是说 死者丈夫当天晚上是在家里住的 那么在案件发生的八点半到十点半之间 死者的丈夫到底是不是在家里 还是一个疑问 为了弄清楚这个疑问 警方再次找到了死者公婆 经过回忆 老人们想起来 案发的那天晚上 儿子回家是比较晚的 大约是晚上十点左右回到的家 这样一来 死者丈夫就具备了作案时间 死者丈夫说 当天晚上下班以后心情不太好 就到河北去散步了 一直到十点来钟才回家 但是她的话 很快就被两顿监控视频给戳穿了 案发之前 她骑着摩托车 从单位驶向了妻子江云路 服装店的方向 案发之后十点多的时候 也是从服装店的方向回来的 这与她自己所说的 在河边散心不服 虽然警庭监控 无法判断她是否去过现场 但她撒谎的行为 却让警方不得不 把她与案件给联系起来 警方提取了江云路丈夫的DNA 进行比对 不久鉴定结果就出来了 江云路丈夫的DNA 与两份生物剪裁都没有比重 至此 一连三个嫌疑对象都被否了 案件再次回到了原点 杀害江云路的凶手到底是谁 警方再次陷入了困惑之中 这时 有个侦察员 再次想到了已经排出嫌疑的张云台 当时 有很多人看到张云台 案发室正在洗澡 没有作案时间 但是再次审视证人证言后 警方就发现了问题 就是时间太笼统了 看白的师傅反应 那天晚上张云台 确实来洗澡了 工友也说 张云台当天晚上 确确实实在宿舍睡觉 但是张云台到底是几点到 几点在洗澡 又是几点回的宿舍呢 警方再次找到了 浴室看门的师傅 师傅回忆 当天晚上 张云台好像是傍晚 七点左右进去的 九点左右出来 也就是说案发时间 张云台一直没有离开浴室 但正是这个时间 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洗个澡洗了两个多小时 这不太符合常理了 很快 警方找到了当天晚上 在浴室里洗澡的工友 工友回忆说 当天晚上 他们都是八点半离开浴室的 碰巧遇上了 来洗澡的张云凯 这与浴室看门师傅 所说的不符 难道是工友 和看门师傅 谁寄托了时间吗 为了一探究竟 警方走进了 那间浴室 张云台单位的浴室 在一排平房内 进入大门是一条走廊 浴室就在 快到走廊尽头的地方 不过让警方感到惊讶的是 在这条走廊的尽头 还有一扇门 看门的师傅说 这个门平时不锁 穿过这个门 一条河展现在了警方的面前 河上有一座小桥 顺着桥过去 就是死者所带的那个镇 死者的服装店 就在镇口不远 张云凯当天在浴室里 待了两个多小时 那么他完全有时间 从后门出去 抄近路赶到案发现场 警方通过检查实验 发现从浴室的后门 走到案发现场 来回只要四十分钟 警方当即采集了 张云凯的血液样本 很快鉴定结果就出来了 张云凯的DNA 和死者进步遗留的DNA 是相复的 看到鉴定结果 张云凯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瘫倒在地 侦察员们都非常的兴奋 感到案子马上就要破了 但是接下来的审讯 张云凯却说 他虽然去过现场 但他没有杀人 警方当然不相信他说的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张云凯 他是不是在做最后的狡辩和抵抗了 那么张云凯 如何解释他留在死者脖子上的痕迹呢 张云凯说 案发那天晚上七点多 他确实去浴室洗澡了 但刚进浴室 江云露就打电话 来催他尽快还债 为了夺债 张云凯已经是半个月 没有见到江云露了 电话里 江云露的声音 勾起了张云凯的欲望 他当时在电话里骗死者 说今天刚结了工资 马上就到你那里去 为了节省时间 张云凯从走栏的另一扇门跑了出去 抄近到去了江云露的店里 江云露发现 张云凯根本不是来还债的 只是想和他发生关系 气愤地骂了他半天 而张云凯除了在对方的进步 亲了一口之外 并没有达到末顶 也就是这一口 让他留下了痕迹 然后他挥了流地走了 他抄近路返回浴室 继续洗澡 这时工友们看到他 足是晚上八点左右 张云凯说 之所以不敢说实话 是听说那天晚上 他走了之后 江云露就遇害了 他生怕牵扯到案子里面去 张云凯的交代 听起来也算是合情合理 但警方并不甘心 哪有这么巧 又有作案时间 又有作案动机 而且死者的身上 还有张云凯的生物剪裁 警方并没有彻底排除 张云凯的作案嫌疑 警方已经不记得 这是第几次复刊现场了 警方将小楼的楼上楼下 都查了个遍 还是没有发现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 储物室窗户外的飘台 引起了侦察人员的注意 这个飘台 在窗户以下一米左右 因为窗户装着护栏 侦察员无法把头探出去 所以做不到 对飘台全方面的观察 侦察员只好来到室外 拿来梯子 爬上了三米多高的飘台 侦察员惊喜地发现 飘台上 躺着一个用过的安全套 警方立即将安全套送检 但是距离案发已经十多天了 能否检出 侦察员心里也是比较忐忑的 好在当天晚上 检测结果出来了 安全套的外表 检出了被害人的生物剪裁 里面则检出了一个男性的生物剪裁 他跟死者指甲范 以及留在现场的可疑烟头 同属一个男人的 这个结果 让警方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这个人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 同时这个结果 也证明了张云凯 不是侮辱尸体的人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警方又采集了小镇上 五六十个年龄身高体态 都符合嫌疑人特征的 男性青年DNA 在比对到第六份血氧时 一个叫张华的男人 被比对上了 张华是干州市南康屈人 未婚23岁 一米七 体态天寿 经过调查 张华2010年7月 刚刚大学毕业 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 案发前不久 刚回到南康 张华的家 并不在死者所在的镇子 张华也不是死者的网友 死者的丈夫和朋友都说 死者并不认识张华 案发的第十四天 张华被捕了 面对证据 他交代了自己杀害江云露 并误入尸体的罪行 案子看似是破了 但真的这么简单吗 张华为什么要对素媚 评深的江云露 做这种事呢 王兴语脖子上的那两条抓痕 又是怎么回事呢 死者丈夫那天晚上 为什么去了服装店的方向呢 冬于到了揭开真相的时候 张华交代 大约是在案发前的十几天 他乘坐公交车 从老家经过死者所带的镇子 坐车的时候把钱包给丢了 里面有他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三千多元现金 张华当时就怀疑 是车上的一个年轻女人干的 案发的那天 张华来到了死者的镇子上办事 晚上八点多逛街的时候 看到江云露的服装店 就鬼使神拆得进去了 他就感觉这个服装店的老板娘 跟当天他坐车时 怀疑的那个女人长得很像 但是没有证据只能离开了 离开小店后不久 张华接到了家里 急需用钱的电话 接完电话 张华的脑袋是一片空白 接着就被报复的心理冲破了头脑 转身又进入了江云露的小店 直奔正在离获的江云露 在搏斗的时候 他的耳朵被江云露被抓破了 张华供述 他进店后 先把江云露弄倒在地上 然后掐了几下 反身把门关了 回去后看到江云露又坐了起来 然后也没有多想 又继续掐他 直到把江云露掐死 之后紧张地抽了一支烟 然后把江云露的尸体拖到了二楼 本来是想掩藏起来的 无奈力气已经耗尽了 他就进入死者的卧室 在床上跪的里翻找一些东西 原本想找一些财物的张华 恰好看到了卧室桌上的安全套 这激起了张华的欲望 也中断了对财物的继续寻找 完事以后 张华把安全套扒下来 随手往窗外一扔 恰好吊在了瓢台上 本案就是靠这个关键证据锁定的 最终嫌疑人 排除其他嫌疑人的 因为害怕待久了被人发现 张华摘下了被害人的金项链 揣上了被害人的手机 临走之前 他本想带上一楼的电脑 拔了线之后又觉得不方便 只好作罢了 那么王兴宇脖子上的抓痕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死者的丈夫那天晚上 为什么会去案发现场的方向 他们为什么会撒谎呢 其实王兴宇那天 去见了一个刚刚认识的女网友 他脖子上的抓痕是那个女网友给留下来 像这样的事情 他显然是不好意思说的 而死者的丈夫 因为对自己的妻子一直都不放心 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个所谓的私家侦探 那天晚上他是把这个侦探 带到了服装店附近 让侦探认清江云露的长相 以便日后进行调查的